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和尊重哈里一家追求新生活 独立家庭的决定 会设一个过渡期 让他们在加拿大和英国之间两地走 那声明呢只有六句话 但是六次提及到了家庭一词 王氏传记作者朱诺认为 声明很正面 用此谨慎 与其温暖 敬险 爱孙之情 英国王氏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当然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了 那这一次哈里和梅根的独立是否能够为王氏成员创造出一条现代化的前行之路呢 王氏的发展前途又如何 今晚方去连线 我们在东方的现场 伦敦现场是本台中英国记者徐亮 布里斯托现场是英国社会学者何岳女士 北京现场是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 欧盟让木内讲习教授王一伟先生 大家会深入地分析远走高飞 为爱情更为自由 一起看无上日子同报道 从脱欧到脱梅 出走成了英国心态的代名词 英国萨塞克斯公爵及公爵夫人决定淡出英国皇室 因发皇族正道 萨塞克斯公爵 人们更熟悉的她是戴安娜王妃的二儿子哈里王子 同样选择了离京叛道的平民王妃 2018年携手步入里面的梅根是美国贫民窟长大的非裔混血 拍过激情戏也离过婚 哪个标签在皇室眼中都不够讨喜 美式做派的梅根说起王室生活那是委屈在心口难开 说白了 王室就是英国首席公关公司 加入便失去职业自由 不得从事任何有薪水的工作 也没有退休这个选项 就说93岁高龄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去年就出席了283场公务活动 在这样一件家族企业 工作就是微笑和沉默 彭博社报道 哈利王子曾发牢骚 我已失去母亲 现在却看着自己的妻子也成为相同处境的受害者 爱江山更爱美人 哈利夫妇八号就透过社交平台宣布 将卸下王室高级成员身份 还要争取经济独立 英国媒体爆料称 去年圣诞节 哈利夫妇就缺席王室大团聚 此番声明又没有提前智慧 当头一棒 气得菲利普亲王听完差点突袭 英国民众也是议论纷纷 有质疑红颜祸水 又尊重于祝福 也有王室粉丝 气氛对女王缺乏尊重 英国王室13号在桑德林恶姆豪斯庄园找开会谈 生意哈利夫妇未来的王室角色 女王发表声明称 虽然希望哈利夫妇 能继续保留王室高阶成员的全职工作 但尊重他们想要独立生活 设计事宜众多 会设置过渡期 让他们在英国和北美两边生活 祖母看似温和的让步 实则引忧忡忡 退居幕后说得轻巧 那王室头衔留不留 继承顺位要不要 住在哪里管不管安保费用谁来处 就算不用纳税人的钱 哈利夫妇未来的养家之路 多大程度借用王室光环 是否正当也让人头土 据罢 哈利夫妇去年6月 就开始为萨塞克斯王室品牌申请上标 而王室的缩圈会否像脱欧一样 引发陈科恶机一并发作 也难说 英国媒体就说了 软脱媒和硬脱媒 选项都已摆在桌上 英国工党领袖候选人克莱夫露伊斯 还提议 进行全民公投 决定王室规模和经费 英国王室如何处理王子出逃 哈利夫妇退居幕后意味着什么 王室又将如何面对未来时代身份问题 温莎故事多 家有家规 国有国法 这事休养也是责任 但未必适合每一位 今天我们来观察一下英国王室 目前出现的风波 请出各方嘉宾做声的分析 在伦敦现场是我们的记者徐亮 徐亮首先我们想问一下 24小时之前出现的英国王室 史无前例的家庭会议 据传媒报道 在开始两个小时之前 是英女王同哈利 这个奶奶和孙子单独的一个会面 之后是祖孙三代人的会面 究竟有些怎样的一些细节捕捉 带给我们 好的 卢琛 那么就是就我的观察 以及我从英国各方面的媒体 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了解到的情况 就是这一次历史两个小时的家庭会谈 那么其实有以下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在这场会谈当中 作为哈利的妻子梅根 她并没有参加 她没有通过电话连线 她也没有视频参加 这之前女王在对公众说的 她期望梅根可以加入到这场会谈中 发现他们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也有分析人士生 就是说梅根因为她一贯是有 打破英国传统的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 所以他们并不对 并不对这个行为会表示任何的奇怪 但是根据白金汉宫发言人 她之后发表的那份声明中 她称梅根之所以没有参加 是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共同做出的决定 也就是说是哈利夫妇共同认为 梅根没有必要参加这一次的皇室的会谈 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发现 就是女王在对在会谈之后 发表的这份声明当中 就像有一些媒体认为 女王的这份声明是非常的温情 非常就是非常感动人的 也是非常大度的 但是也有不少的媒体认为 女王这一次打的是亲情牌 来希望用这种亲情的温暖 来过度来就是来缓解这一场的皇室危机 但是也有一些媒体对她 就是在这份声明中 对于哈利的称呼 因为她用的是我的孙子和她的家庭 而打破以往一贯 就是在皇室的这种正式文件当中 女王一般都会采用 就是说赋予他们这个正式的皇室头衔 因此遭到很多外界的揣测 就是在想女王是不是也因此在暗示 接下来可能会赤夺哈利夫妇的头衔 那么这是目前就是说 在昨天的会谈当中 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 好 在布里斯托现场 是我们社会学者何岳女士 想请教一下何岳女士 我们其实刚才向记者谈及到的 梅根据报 根本就没有参加这一次的家庭会议 也没有通过电话或者视频 就这一个细节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家庭当中的很多纠纷 已经隐藏在那 浮在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不可挑和的部分 所以您如果看整个这个事件 对于英国王室的影响 那出现这样的独立 您更愿意看它是一个自然的成长 还是说真的是像无恶不错的英国小报 真的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压力 我觉得这个事件它不是偶然的 但是它肯定是来自于一个外来人 这个外来人就是梅根 因为他是一个美国人 这里面有两个文化的冲突 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就是美国的平民文化 和英国的王室文化 当它碰撞到一起 它产生了火花 这个火花出现了我们现在 一个很大的矛盾 为什么 美国人的平民文化它讲究自由 它讲究个人主义 它要个人的幸福感 如果我得不到我就要反抗 对吧 但是在英国王室文化来说呢 英国王室文化 跟英国的平民文化是不一样的 英国平民文化 跟美国平民文化 是一致的个人主义 可是英国王室文化 它跟我们中国讲究的集体主义 要以大我 要服从大我 要放弃小我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你想象一下 一个这样的梅根自由主义 到了一个英国王室 要讲究你要讲责任 你不要只顾自己的感受 你要讲大局 它做不到 它做不到以后 它反看 它去年曾经已经通开挑战 英国的这个小报媒体了 但当然现在没有结果 但现在事态是越演越烈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一次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又是因为小报引起的 你要讲讲 三个星期三 他们为什么突然在Instagram 要发表一个公开言论 说我们要下降 那是因为被迫的 为什么被迫 太阳报 英国最大的小报 逼他们做的 为什么 星期三的太阳小报的头版 报道了一个 所有人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实 就是梅根和Harry 在秘密的商量 要离开王室 但是这个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 还是个秘密 因为当时 梅根和这个Harry 她希望秘密的 在私底下 跟女王达成妥协以后 才公布宇宙 但是不知道是谁 把这个消息泄露给了太阳报 一定获取了非常高的利润 把这个消息派给他们了 所以太阳报 首先把这个消息抖出来了 抖出来以后 哈利和梅根 才被迫在Instagram上 就是公共的社交媒体上 才公布自己要退出的 这个决定 所以你看到 这里有两个文化 一个是美国平民文化 和英国王室文化 另外一个是 英国小报和王室的对抗 他们常年对抗 你看对抗了 一个最可怕的结果 就是当年戴安娜王妃 死于车轮之下 所以哈利是一直害怕 这个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太太身上 两个文化 抽属从今天的这个结果 好 在北京现场 我们请教欧洲问题专家 王一伟教授 王教授怎么来看 哈利其实在整个这个事件当中 她是一个妥协者 当然英女王 她也是妥协者 那这对于英国王室来说 究竟有怎样的一些影响 我们说全球化的今天 其实地狱不是问题 他们完全可以还保留有这个王室的一些头衔或者责任 即便是他们住在加拿大或住在哪里 所以为什么不能够以这样的一种中间的模式 您怎么看试探 这个尽管是一个顿案吧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普遍的一些意义吧 当然我觉得发生在是英国托啊 英国现在这个大英帝国的落日的余晖吧 就照在这个利德莎白二世的身上 它跟利德莎白二世一样是这个 英国执政时间最长的这个英国女王 因为她执政的时间太长 所以呢以至于她的这些继承者 基本上就等不到 这个继承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像这个哈里排名大概第五 像这个威廉王子都已经排了这个 等了那么多年 所以呢这些呢 她是觉得这个王室的这个束缚 不像像以前呢 这个英帝国那么辉煌 现在老百姓呢 为什么也出现一些反建制的 一些民粹主的一些思潮 那么拿民主制度 拿英国的王室来做 来开刀 一些小报去决取件 一些绯闻也好 喜欢拍一些像哈里王子 什么裸照啊 所以他们确实感到很不自由啊 那么就有点像中国古代的这个 帝王一样的总是想去 微服私访啊 也是因为什么事情都生活在这个 太监啊 这样一举一动里面 那么在英国呢 就是这些 这些媒体啊 这些喜欢炒作 王室绯闻的这样一些 一些人士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 呃 传统上的这个束缚 实在受不了啊 所以他追求经济独立啊 我觉得本来就是一个 个人那个行为 但是因为 因为他是英国的王室 所以发生在 人们对于英国王室 本身存在的一些 拿了很多的这个 纳税人的钱啊 英国啊 这个 是不是还继续 要维持这样的传统 啊 所以 就 把它放大了吧 所以呢 我觉得也是这么一个背景吧 好的 究竟英国舆论又怎么来看呢 啊 伦敦现场的许亮啊 英国各界 尤其是民众 对于整个事件的看法 有偏向于何方 对 首先就是英国的舆论 是可以分为三个派别 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 就是约翰逊 约翰逊这段事情 是因为伊朗问题 那么还有就是美国的一些问题 他也是忙得焦头烂额 但是他在今天早上 就是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中 他表示 他是支持 他是皇室的 就是忠实的粉丝 他是支持者 那么他也是会相信 英国女王有这个能力 来解决好自己的家庭问题 那么第二派呢 就是来自英国 就是有一些大概 可能是从事皇室问题的 这些评论员 大概都是有过 三四十年经验的 这样一些评论员 他们就给的一些评论 是比较犀利的 然后他们觉得 就是哈里之所以会给出 这个退居二线的这个想法 那么很多有一部分原因 是归结于 他和兄长威廉之间的不和 而且尤其是昨天啊 就是哈里和威廉 在就是发表了一份 看似是好兄弟的声明 那么在这些评论家的眼中看来 他们用了一个非常狠毒的词 也是非常尖刻的一个词啊 他们称之为 这份好兄弟声明 完全就是鬼扯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从民间舆论的看来 那么民间舆论主要 也是有几个派别 那第一个呢 就是年轻一代 他们年轻一代的这些民众 他们普遍会对哈里和哈里夫妇的这个决定是表示支持的 他们觉得就是 你们有权利去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然后你们应该去 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 那就大胆去吧 那么另外一派呢 是来自一些年长的英国民众的想法 他们觉得就是哈里王子和梅根 那么我们非常尊重你们的这个决定 但是希望你们能够顾全一下大局 考虑一下英国女王的感受 那么同时呢 你们如果说既要享受英国王室 给你们带来的这些荣光 但是你们又不想让 又不想有这个义务来承担 你们所要去履行的职责 那么这部分民众 他们却表示不接受的 而且他们也称啊 就是不希望用纳税人的钱 来替你们这种行为来买单 那么还有另外一部分民众呢 他们就是觉得哈里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 完全是跟梅根有关 因为就是这段时间有不停有很多 就是梅根在英国和美国的这些好友站出来说 梅根一直就有这种历史啊 就来搞坏这个人际关系 那么梅根王妃也是有这种习惯 就是遇到了这种比较棘手的问题 那么梅根王妃 那么他就36纪走为上纪以逃为上 那么先逃跑再说留下一堆烂摊子 留给别人来解决 所以这部分人是非常畅衰梅根的 认为梅根在对哈里和王室官司的 这个影响上面起到了非常消极的作用 好的 好的 我的路程以上就是我这边收集到的舆论反馈 好我想再问一下何月这边 其实像你刚才说的 这个事实体现出了美国的平民文化和英国的贵族文化之间 很极端的两个极端的冲突 那我也很好奇 说接下来这两位要住在加拿大 目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呢 也说他们的安保费并不能够完全确定就由加拿大来付 那既然他们要独立一切的财政 您怎么来看 他仍然还是一个在各个的安保和注视之下 美光灯之下 怎么能成为一个纯自然的一个个体呢 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希望能够找到答案的 但是现在没有一个人有同意 因为事情实在是太突然了 因为你在英国王室的历史上 不是说没有说出去工作的王室成员 有的 你像那个安保费王子的那两个女儿 她有公主头衔 但是他们是出去工作的 因为他们也不承担太多的公众责任 哈利这个案例就非常特别 他是排行第六 那么在他的哥哥 威廉王子结婚之前 基本上整个英国的焦点 就是在这两个兄弟之上 所以他在整个英国的公众的关注注 还有影响力是非常高 尤其是年轻人 非常喜欢哈利 为什么 因为哈利很像他妈 非常的平民化 不拘小节 讲话完全没有一种传统的约束 他可以跟民众打成一片 所以年轻人特别爱他 那现在事情就出在他身上怎么办 史无前例的案例 这个事情要怎么办 对于王室来说 唯一的一个关键点是不能错的 就是这个王室的生存 王室的地位 王室的名律不能被破坏 这个是要保证的红线 那么至于哈利的未来的幸福 虽然看似与王室非常关心 但是实际上王室的生存 高于他的孙子的幸福 这是非常重要 你想想在过去一百年 那么多的欧洲王室都死了 法国大呢 大革命 法国王室没有了 俄国革命 欧洲好多人在二战一当中 跟他分析了 对吧 都没有了 那么英国王室他为什么能够留下来 英国王室非常厉害的 他能够于时俱进 他低着价从炉 他能够做到转换 他不会硬着脖子跟你对着干 他想方设法看明白了一点 就是如果今天英国王室在二战以后 在一个民主大环境下 还要能够赢得选民的支持 愿意让他们保留下来 愿意给他们钱 愿意供养他们 怎样做到 就是要改变自己 你看到一百年前 王室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把自己家的德国性改成了温沙 因为在一战的时候 大家恨德国人恨的样子 而当时的英国王室 跟德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他们第一件事情 把自己家庭都给改了 对吧 那你后来 整个英国王室在过去一百年 一直一直的接地气 一直一直的平民化 当然我们在国外 王室王可以继续吗 好 稍后我们继续来看 英国王室确实是在牺牲当中前行 稍后来看英国王室的责任 一会儿见 好 欢迎各位观众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英国王室 目前的社会责任 请出各方嘉宾做生意的分析 好 首先我们请教的是王一伟教授 王教授 我们今天说王室他的特殊之处 尽管全球 尤其在欧洲 还有那么多的王室存在 但是英国的全球影响力 王室的影响力 是非常之强的 这个原因何在 以及他的全球责任 的确欧洲大概有十来个国家 也有这个王室 但是英国出现这样一个绯闻 为什么就影响这么大呢 主要英国它曾经是日不落帝国 现在还有英联邦 所以英国的女王 英国的王室 很大程度上 它不仅是英国 也是英联邦 甚至是英语文化 这么一个象征 它维持的是一种传统 而且英国是一种保守主义的 这样一个大本营吧 它通过改良 实现了这样一些社会变革 跟法国那种激进的革命 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年英国讨论 是不是加入欧元区的时候 英文就说了一句话 说我们很难想象 我们的英镑 将来要用的 这个里面没有英国女王的头像 就如果 废除英镑 用欧元的话 所以英国人还是 从内心里 尤其对女王 这个是非常的热爱的 他不希望这个王室 或者女王受到很多的 这些绯闻的干扰 所以我觉得是英国人 英联邦和英语文化 都需要英国王室 好 最后请何月谈一下 你觉得这个王室 我们再往后看 谁是他的继承人 谁能够担负起 这样的一种光荣呢 往后看 我对王室的结局 不是很乐观 我觉得他只有一天要灭 当然未来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哪一年灭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整个的西方的传统 是王室 有往民主方向走的 你保留一个这样的 君主制度 受人购受 女王在海可以到了 查尔斯王室那一代 我已经开始打问号 而且如果工党政府上台 加上查尔斯在位的话 这个矛盾就很大了 因为工党是从来都不爱王室的 现在的政府是保守党政府 保守党政府是支持王室的 工党上来了 然后又是查尔斯王室 英国的这个局面就比较乱了 所以现在都是走一步看一步 当然对英国王室来说 它是英国绝对的软实力 就像我这样的一个人 我原来也是很不赞赏王室的存在了 可是我发现 美国人才是英国最大的粉丝 因为美国人爱英国的王室 所以全世界都跟着美国人爱了英国王室 我不知道我观察对了 有没有错 你去看美国的拍的英国王室电影 比英国王室的王室还王室 美国人基本上是把英国王室美化了 放大了 然后他再把这个影响通过电影 放到了全世界 让全英国的王室形象跟着一起放大 你看克兰普来英国访论 克雷莎美国要退位了 他还来访论 为什么 干嘛要来建一个退位的首相 他是来建女王的 为什么 他太爱女王 这是真正英国的文化遗产 好 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嘉宾参与节目分析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爱江山 更爱美人 每个英雄浩瀚宁愿孤单 好玩啊 浑身失败 装置好情思爱怨迷啊 人生断断几个秋 啊 不醉不罢休 等愿我的美人 那喜飘黄河流 来啊来个秋啊 不醉不罢休 愁情凡事别放心 不醉不罢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